因為我從出生的時候 就有蠻嚴重的 異味性腹腹炎 從中醫 西醫到喝舌血 科技療法 連蛋細胞都打了耶 對啊 但是 很貴 很貴很貴 我一直講說 他說打來會變年輕十歲 那時候我才十九歲 我就打了 變九歲 鄭靖欣為不治之症喝舌血 全明星爆雷翁子曼 太笨太天真 我國小的時候就是 超級愛運動 同學都叫我體育變態 因為以前別人問說 真的興趣是什麼 我第一個一定都是講運動 那現在我就不敢講了 第一棒鄭靖欣 準備射出第一支劍 十分 又是十分劍 三十分 看這個鄭鄭洪欣的穩定性 就知道鄭靖欣謙了 首戰就拿在MVP的他 在當中大對接力 意外爆雷翁子曼跌倒失誤 遭到網友批評 我真的只是想要表達 我們第二棒都受傷了 但是剛好節目播出來 只有他跌倒的畫面 那我也比較不擅長表達 我是想說就是他們真的很值得敬佩 像個戰士一樣 真的很抱歉 如果就是讓大家觀感不佳 然後也 其實 下次會更小心 所以妳那時候看到網友這樣 很難過嗎 我是 蠻難過的 可是我知道是我自己的問題 因為 我自己沒有表達清楚又 又 就是 提前公開那些畫面 可能有些人覺得我是故意要嘲諷他 因為這是關於道德跟人品的問題 我可以被說演戲 比如說別人覺得我不喜歡我演戲 或是演得不好 或是長得醜 或是很男性化啊 等等的 但是認識我的人就會知道 所以我不會做出那種事情的人 我就傳訊息跟他說 我真的沒有那個意思 他就說你是可愛又貼心的人 我當然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不哭不哭姐都在這兒 然後我就 我就 哭了 然後他真的很溫暖 因為我們訓練又碰到隔天 他就來特別抱抱我 安慰我 然後我又再哭一次 我真的是真的是 就是太笨太天真 我還標記他們 妳們想把愛子都會講 會 要給那個重重隊長檢查 除了現在發文 掃興奕奕就怕出包 正進心這位運動變態 也有罩門 那就是游泳 因為我從出生的時候 就有滿嚴重的 因為心情不炎 所以對水的接觸 就沒有這麼多 現在其實已經算好很多了 這樣子 對 但是以前是 就是幾乎是體無完膚 會抓到就是 我沒辦法正常生活 你可以想像就是 那個白色衣服的透鞋 然後 床端都是皮跟血跟濃 就真的很嚴重 然後 因為這個小時候 也常常被霸凌 就是說 因為有屍體的味道 或是什麼什麼 我那時候有一點 想要輕生的念頭 因為我的皮膚太嚴重 我覺得 為什麼沒有 就是沒有人跟我一樣 這麼嚴重 然後我真的有一點 嗯 就想要放棄 後來才會決定 那就斷掉台灣拍戲 跟台灣讀書這件事情 我們就去好好治療 你的異位性皮膚炎 他不能更刺 他不能更刺 因為我小時候 我試過非常多方法 從中醫 西醫 到喝舌血 到幹細胞 到科技治療 到我什麼都試過了 真的 連幹細胞都打了 對啊 很貴很貴 我一直想說 他說打了會變年輕10歲 那時候我才19歲 然後就打了 變9歲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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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